从几年前相亲节目大火之后,各种相亲的综艺节目频出,但是《非诚勿扰》是唯一一个经历八年时间仍然非常火爆节目。 不得不说节目组的制作非常优秀,在节目中经常能制造出吸引住观众谈论热点的话题。 所以这么长时间以来,网友们对《非诚勿扰》的吐槽哦啊一直没有躲过。 甚至节目中的24位女嘉宾也是饱受质疑,节目播出到现在能牵手的很少。 至于牵手成功之后能够坚持多长时间能不能步入婚姻的殿堂都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节目中作秀的嫌疑也是网友们对这段节目的真实性的信任越来越低。 之前很多人都说台上牵手成功之后,男女双方立马就形同陌路了。 今天来看一下当初牵手成功,但是事后分手的四对嘉宾。 第一对牵手嘉宾,刘欣和吕常亮。 刘欣是一位颜值高身材好的美女,在台上的时候也是追求的人很多。 吕常亮和刘欣当初两人在台上的时候也可以说是两情相悦最后牵手成功。 但是两个人一下台就形同陌路,着实让人大跌眼镜,跟人的感觉就像是演了一部戏一样。 第二对牵手嘉宾,李称和叶俊斌。 李称当初在微博中发文,直言两人牵手的第二天,叶俊斌就跟他说两人还是不太合适,做朋友可以但是做令人还是不行。 当初牵手的时候,男嘉宾还是满心欢喜的啊,两人给人非常幸福的感觉。 但是第二天就分手这也有点太快了吧,观众纷纷表示接受不了。 第三对牵手嘉宾,孙艺元和李子柒,女嘉宾也是非常的漂亮,最后选择了男嘉宾在一起。 后来有网友在微博上问女嘉宾和当时《非诚勿扰》牵手的男嘉宾成功了没有? 女嘉宾则是非常随意的回复了一个,能不知道两人是怎么分手的为什么分手,但是却也是实实在在的分手了。 第四对牵手嘉宾,马荣高赵松,索谢马荣想必大家都还有印象吧? 当时王宝强那个是出来之后,马荣犯《非诚勿扰》还火了一阵,当时在台上牵手的那位背包客也是成熟稳重的类型,但是后来网友在微博上问马荣当初的牵手的男朋友呢? 马荣也是回复了,呵呵,台下说过不是一路人,看来马荣对于男嘉宾的做法还是颇有不满啊,相信通过《非诚勿扰》最后结婚的男女嘉宾绝对有。 但是像这几位走下舞台之后,就分手的相信更多,爱情还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靠一个节目争取来的爱情,可能当时是幸福的。 但是第二天就会梦醒成真了,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